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今天咱们这一期要重新制作 以前讲过的一个内容 就是什么呢 美国常见的推休账户有哪些 什么是401k IRA 他们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为什么要重新制作呢 因为最近老有网友给我留言 就说以前那些视频的音频太差了 都听不到 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 姐 你能不能改进一下 我把音响开到最大都听不见 后来我一听还真是 那些内容又比较重要 所以就那么删了就比较可惜 所以重新制作一下 今天这一期就是我最早录的 都是拿手机录的 那一期视频讲401k和IRA的 最近有好多网友 就是提到的一些问题 让我发现我之前其实没有讲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有网友问说 你daytrade怎么用退休账户 来daytrade 来炒股票 还有一个网友就是问说 现在这种经济状况比较 就是摸不准情况 要不要开IRA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好问题 但是本身跟退休账户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退休账户 其实就是一个账户 你就把它想成一个普通的券商账户 普通的券商账户或者银行账户 能干什么 退休账户就能干什么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一些省税方面的优惠政策 普通的券商账户 咱们美国这边常见的 有哪些呢 像我经常拿来举例的 就是我自己也用的 就是e-trade 还有Fidelity Betterment Charles Schwab 还有什么 Eli Invest 最近还有一个券商叫微牛 中文叫微牛 它英文叫webo 也是在华尔街的一个券商 他们还找到我合作 想让我帮忙做宣传 我还没有给人家制作一期完整的视频 就是讲它的功能 使用感受 页面 怎么浏览 等等 以后也是要详细的介绍 但是今天就先提一句 他们主打就是没有佣金的交易 所以比较适合那个 频繁交易的炒股人士 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视频下面的链接 如果现在开户的话 它是开户 如果你有100块钱 那你炒股应该最少得有100块钱来炒吧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一只免费的股票 限制就是你必须得是美国这边的 有SSN 其实美国这边的券商 很多都是这样 它实际上是出于报税的考虑 因为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 它这个税 预扣代缴 会涉及到一些很麻烦的问题 好 所以这些是普通的券商 大家知道Fidelity 虽然它是一个特别大的401K的这个 券商 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普通的券商 还有包括Vanguard 如果你要去的话 你都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标签 上面专门写着就是退休账户 很多这种普通的券商 你是可以在里面开退休账户的 所以大家明白 这个普通券商和退休账户 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吗 它就是这么一种存在 因为有税收优惠 其他的都一样 好 那美国这边常见的退休账户 其实有好几种 有最常见的就是401K 然后是IRA 然后还有403B等等 403B咱们提的比较少 因为它一般是非盈利组织 政府机构 什么学校 医院这样的员工才有的 大多数这种 你在private 就是私有的这种企业公司去干 他们是没有403B提供的 就只有401K 好了 所以咱们今天就主要聊401K 和IRA这两种最常见的 你可能会听到 有时候人家会说 Roth IRA Traditional IRA 还有Roth 401k 是这样 这两种退休账户 其实都是分Traditional 401k Roth 401k Traditional IRA Roth IRA 所以就摇势一变 变成了4种 但是如果不加这个Roth前缀的话 一般指的就是普通的 就是Traditional 传统的 为什么要加Roth呢 这个Roth本来是一个议员的名字 它提出来的 就是Roth 401k 和Roth IRA 和传统的会有一些变化 咱们待会说 那因为它提出来的 就以它来命名 其实一说到退休账户 你就先从三个大方面去考虑 只要从这三个方面去考虑 你就能把这些东西都区分的开开的 第一个就是存钱 就是往里面存钱 我们叫contribution的时候 税务上是怎么处理 第二个就是 在退休账户里面 你的本金赚了收益 我们叫earnings earnings分两种 一般来说一种是叫收益 income 一种是资本利得 gain 这两个东西 其实在英文里面分得很开 中文里面就是我们一说起收入 收益 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好 这个earnings就是所有的收益 要不要上税 这是第二点 我们就说他赚钱要不要上税 第三点就是取出来的时候 你这不叫退休账户吗 总有一天你得退休 得取出来用吧 这个钱 取出来的时候要不要交税 所以我们从存钱赚钱 取出来的时候交不交税 这三个方面就可以把这四种 哪四种传统 Roth 401k 分得特别清楚了 然后大家还记住一个原则 就是传统和传统一样 Roth和Roth一样 传统的401k和传统的R-A 在工作运作原理上 税务方面是很像的 Roth 401k和Roth R-A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咱们现在就分别从三个方面 存钱 赚钱 取钱 来谈三个账户 就是传统Roth和普通的券商账户 这样咱们就可以把它比较的 拎得很清楚 第一 先说存钱 就是我们说contribution 往这个账户里面存钱的时候 有没有税务抵减的功能 那传统的401k和R-A 是有税务抵减的功能 什么叫做税务抵减呢 比如说我年薪八万九千块钱 是毛收入 税钱收入 然后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节约的人 把一万九千块钱 就是401k 今年的最大限额都存进去了 那么我上税的时候 就只上剩下的七万块钱 这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就是你只交七万块钱的税 一万九千块钱进了401k 你现在是不交税的 第二就是税率也会有所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税率是一个递进党的 Progressive 你的收入越高 你的effective rate 就是实际税率就会越高 所以说用七万块钱来交税 比用你原来的税前收入 八万九千块钱来交税 你交税的金额底数要少 第二你的税率也会往下降 实际税率也会往下降 这个叫做它有抵税的功能 所以传统的401k和传统的IRA是有这个功能 但是券商账户 普通的券商账户是不行的 你存进去的钱一定是你先把税交完了 剩下还有什么多余的 你才能往这个普通的 甭管是e-trade 还是微牛里面去存 但是相比之下 如果是Roth IRA 或者Roth 401k的话 就是你税后的钱 这一点它和普通的券商很像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将来你取出来的时候不用花钱 所以这个Roth 很多人认为Roth 401k和Roth IRA 是比普通的传统401k和RA 还要宝贵的一个退休账户 当然了 问题就是Roth 401k不是每个公司都提供 其实连传统的401k都不是每个公司都提供 有些公司是没有这个福利的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好像说现在的Millenials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80后90后 参加工作的这个公司 只有三分之一的Millenials 是有401k这个福利的 有Roth 401k就更少 Roth IRA的局限性 就是IRA本身的局限性了 就是它每年的存放限额太小了 你最多只能存6000块钱 如果你是50岁以上才可以追加 那退休计划肯定是从年轻时开始做起 大多数年轻人都受这个限额 而且你如果挣的特别多的话 还不让你存放了 它有一个收入方面的Face Out 关于IRA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不管是传统还是Roth 我之前还做过一期非常详细的 就是讲IRA的这些细节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好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赚钱的时候交不交税 这一点所有的退休账户都是一样的 甭管是traditional还是Roth 都是赚钱不交税 它和普通的券商账户形成鲜明的对比 比如说我们存进去的钱叫做本金principal 然后今年赚了 超股票赚了钱了 或者是你买债券有利息 其实这个退休账户 这多说一句 还是可以买房子的 只不过你是不能用普通的退休账户 这个叫做self-direct 你要去搞一个叫做self-direct IRA 就可以拿这个退休账户去买房子 你将来卖房子赚的钱 或者是你把房子租出去 这个租金收入都是可以合法的不交税 但是这是退休账户 我们说普通的券商账户 你就要交税了 它这个运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就比如说我在eTray的里面炒股 这个以前网友也有问过 然后你在这一年当中 甭管是赔了还是赚了 你是把钱存进去还是取出来 都是没有任何税务方面的影响 但是到年底 eTray的会有一个计算和统计 它会给你出具一个叫做1099的表 这个表是一事两份 你作为投资人 开户人拿一份 另外一份是直接传给IRS 就是国税局 所以国税局看你今年V 是赚了多少钱 亏了多少钱 如果赚了 它就会在你这个税表上 人家会有一个预期 你应该要交这么多税 它这个系统都是连着的 所以你是逃不了 但是如果是翻过来说 我的退休账户 比如说是我Fidelity里面的401k也好 还是IRA里面的钱 今天炒股赚了钱 到年底 它不会给你出具需要交税的1099表 所以说你赚钱不是taxable event 不是可税事件 它给你出具一个表 只是起到一个明细的作用 并不会说IRS等着你交税 好 这是赚钱交不交税这一块 第三点 取出来的时候要不要交税 这一点退休账户是传统还是RAF 就有区别了 大家想想你传统的401k和传统的IRA 在你没退休 当年年轻的时候 把钱存进去的时候 你是没交过税的 所以IRS是不会放过你的 在哪等着你呢 当你退休的时候 取出来的时候要交税 怎么交 取多少交多少 这一点也是好多人会搞混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然后我在年轻的这些年 往401k里面一共存了10万块钱 每年存1万多 每年存1万多 这1万多 当年我是都没有交过税的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炒股 收益 历练 这10万块钱成长成了100万 这个有点夸张 可能挣不了这么多 但咱们就举个例子 所以等于你90万都是赚来的 这90万在这么多年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60岁了 都是没有交税 好了 现在我终于退休了 可以享受这么多年的劳动果实 我要把钱取出来 我刚才不说一共有100万块钱吗 我每年往外取10万 你要按照这10万块钱 都是你的工资收入这样来交税 有些人以为说 我之前存进去的10万是本金 只有后面赚得的90万 取出多少来交税 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的本金也是没交过税的 所以现在你取多少交多少钱 我今年如果取了10万 就按照我像一年 挣了10万块钱的工资一样 交税 如果今年取了20万 就按照我一年要挣20万工资 来交这个Ordinary Income 而且我们知道 Ordinary Income Tax的税率 是比一般的资本利得 还有interest dividend的税率 要高出一些的 这也是401k IRA 就是传统401k IRA 被人诟病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预计将来的税率会更高 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说 将来我更加资深了 那肯定年收入更高 那个时候我本身税率就更高了 然后再取出来这一部分钱 就把我的税率搞得更高 所以我还不如就不存这个401k 这也是说法的一种 好 所以传统的401k和传统的IRA 都是取出来的时候要交钱 但是Roth 401k和Roth IRA 是取出来不交钱的 这就是为什么Roth IRA特别的宝贵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是税后的钱存到了Roth IRA里面 然后存了10万块钱 这么多年一样是炒股 涨了90万 现在我的Roth IRA里面有100万美元的话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100万块钱里面的每一分都是你的 没有一分是国税局的 你今年可以取10万 明年取20万来花都没有问题 当然我是说退休以后 咱们说取钱这个也是有年龄限制的 好 这是退休账户在取钱方面 那普通券商呢 普通券商 其实你想想按照它这个逻辑 你也能推测出来了 因为你每年都交税 而且你存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是税后的钱了 所以当然没有道理 在你取出来花的时候还交税了 取出来的时候肯定是不交税的 好 所以这就是从存钱 赚钱 取钱三个方面 来聊一聊 我们说的传统的401k和传统R 还有Roth401k Roth RA和普通券商的区别和联系 我希望你听到这儿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当然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401k除了刚才说的这些税收的优惠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 就是很多雇主 不是所有雇主 但是很多雇主是有match 什么叫match 就是我作为员工往里面存多少钱 赚了钱都是我的 雇主也会往里面存一部分钱 算是支持你的退休吧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很多年以前 美国的退休 基本上是由pension来支撑的 pension我们翻译成公司给的养老金 pension叫做defined benefit plan 意思是 不管我市场这么多年怎么运作 将来老了 公司就肯定有钱 你只要为公司服务够多少年 就有钱花你的养老是没有问题 它非常的稳定 但是现在的401k都叫market driven 就是受市场波动 defined contribution 就是我存据的钱是有数的 到时候取出来多少钱 就不好说了 因为有市场在作乱嘛 你要是万一自己管理的不好 可能最后还血本无归 所以公司为了弥补这方面的问题 就会出台这些帮助大家存钱的政策 那有的公司呢 还是比较大方的 会存你整个收入的5% 或者是怎么样的 所以尽管401k有很多自己的局限性 包括它里面投资的选择比较有限 费用比较高 还有就刚才说的那种取出来要交税 有些人认为反而不划算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你有这个free money 公司给你的钱 很多时候是你自己不存放这个401k 公司就不给你match 你存多少公司会给你相应的match 所以这个叫free money 免费的钱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这一期重置的就说到这儿 如果有什么细节没有提到的 欢迎大家继续在下面提问题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能给我转评赞 咱们下期再见